3月22日 撒旦的糖果店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彼得前书四章一节 刚开始 这节经文使我困惑 基督需要与罪断绝吗 不需要 他并没有犯罪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 接着我恍然大悟 基督为我们受苦 当我们以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我们与他一同死了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当我们与他同死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犯罪 如同罗马书第六章里所讲的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像神在耶稣基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十一节 彼得说你们当以这心智作为兵器 保罗说当看自己是死的 我们以最征战的武器乃是这个心智 这个看法 当撒旦的诱惑临到的时候 淫欲 偷窃 撒谎 嫉妒 报复 贬低 害怕 你们当以这心智作为兵器 即 当我的主在肉身受苦而死 使我与罪断绝的时候 我就向罪死了 当撒旦问你 为什么要拒绝自己情欲的享受呢 为什么不靠撒谎来处理这个困境 为什么不去获取你所渴慕无害的奢华呢 为什么不通过以牙还牙来讨回公道呢 这样回答他 上帝的儿子受苦 真的受过苦 为要将我从犯罪中解救出来 我不能相信 他受苦为了使我悲惨 因此他的死换得的 一定比罪的享乐更美好 我对你诱惑的敏感性已经枯萎 并且死亡了 撒旦退去吧 当我路过你的糖果店的时候 我不再流口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